一会儿呢,咱们在写代码的时候啊,就会实现这个网络 这个网络啊,就是咱们的一个核心的网络了 在这个网络里啊,我们是这样设计的 前三层啊,我们让它进行一个正常的卷积 然后呢,中间啊,这块有五层 这块,我记不太清了,可能这块也是两层还是三层 咱们举例子吧,就说三五二 然后呢,就是说啊,先进行两层三层的卷积 进行一个下彩要 然后这块有个五是什么意思啊 中间这部分啊,咱们让它,为了让它表达效果比较好一些 我们在这块引入了那个残插网络 就是,给大家呢,先来简单说一下什么叫残插网络吧 残插网络啊,是现在比较流行的一个网络 这就是一个残插网络 在这个残插网络里啊,比如说这块我进行了一个conver卷积 第一层卷积 这块进行了一个conver二第二层卷积 也就是说啊,咱们的一个特征图是x 这个特征图输进来之后呢,我可以有两,有两个方向可选 第一个,第一个方向啊,就是右边 我可以直接把这个x匹拿过来 左边呢,就是说我对这个x啊,先定行两次卷积 那么最终结果呢,我是用这个x 再加上这两层卷积之后的一个结果 比如说我说两层卷积之后的一个结果是一个x1匹吧 那最终啊,它得到的就是x再加上一个x1匹 那么为什么要做这样一个事啊,就是说 咱们深度学习啊,对于这些神经网络 它都是比较深层次的吧 那对于这些深层次网络啊,可能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随着你层数的一个升高啊 它最终的结果不见得会一定提高 比如说VGG它有19层,有16层 你能不能给它干到30层呢 干到30层啊,它效果会下降 为什么,因为你最后在网上叠加的时候啊 它会使得表达效果不好了 那么怎么样去解决这样一个事呢 残差网络啊,做这样一个事 不是说,比如说我现在再加两个卷积层 这块加了conver1,这块加了一个conver2 再加了两个卷积层,效果不好了 怎么样弥补这个事呢 我再做一个同等映射 我们看这块,把一个x还没经过这两层卷积的时候 也拿过来了吧 又把这个x直接拿过来了 那最终结果是什么 最终结果就等于x啊,没做这两层卷积 它自身移过来了 再加上它做完两层卷积之后的一个结果 我们把它当成是这样一个残差网络输出的一个结果值 那这有什么好处呢 这个好处啊,就是说 即便你现在层数增多了 可能conver1这个权重参数 比如说对于w1不好 然后conver2这个权重参数对于w2不好 那这样不好的情况下 这个网络就会学到这样一个东西 既然你这个分支不好 我让你w1等于0 或者说w2等于0 不也就可以了吗 如果说w1等于0 w2等于0 相当于什么 相当于白玩嘛 白玩相当于什么 相当于没有xp 那这个x还是这个x 也就是说 咱们现在叠加了一些层之后啊 效果不会比原来差吧 大不了我权重参数啊 就调成0 这个网络自己会学到这样一个东西 大不了调成0 那相当于我永远不会比原来差 所以说 我的一个模型啊 永远是朝着一个更好的趋势发展的 不会因为我叠加出来这些层啊 就使得我最终的一个结果发生一个下降的趋势 那么这个就是一个残差网络 现在呢 也是比较流行的 所以说啊 咱们一会儿在实现的时候 咱们会实现这个transform模块 在transform模块里呢 我们就会有这些小的残差模块 到时候啊 咱们也会一点一点的去写的 这块一个反卷机啊 先是卷机 然后正常的一些残差模块 残差模块其实也就相当于是一些卷机的操作 然后呢 在这块我们再进行一个反卷机 反卷机再生成出来原始的一个图像就可以了 那么这个啊 就是咱们左半边的一个网络 咱们的一个transformnet transformnet啊 就是咱们一会儿要做的一个核心了 然后右边是什么啊 右边是一个VGG的一个net 一个VGGnet啊 咱们是这么取的 咱们取的是一个分类的 一个别人已经训练好的网络 为什么已经用人家训练好的网络呢 因为人家训练好的网络啊 已经能够捕捉到图像当中 比方说一张图片当中啊 比较重要的一些信息了 所以说我们就用这样人家训练好的 比方说拿一个portrait model拿过来 比如说这个VGG16 那右边这个网络是干什么呢 咱们是用右边这个网络啊 进行计算它的一个loss function的 也就是说啊 当前比如说 当前我拿一个图像输进来了 拿这个图像输进来之后啊 我要进行一个对比 就是说我这个图像进行一个生成 生成完之后啊 我要看一下就是生成完这个图像 我还要跑一下这个VGG16 就是说生成完之后 我还要看一下 就是跟咱们这个说的是一回事了 生成完之后 我还要在每个特征图上进行一个对比 就是说正常我们看这块 正常啊 它有一个YC 正常有个YS吧 这个YC表示什么 表示这是一个真实的 就是咱们一个content 一个正常图像输进来了 我们要看一下 就是对于一个正常图像来说 它的一个 它的一个就是在这个特征图上的一个结果是什么样 比如说这有一个图啊 咱们得出来结果 然后呢 这个VS啊 表示的一个style target 就是咱们的一个真实的style 真实的style进来之后 还会得出来一个特征图 那这个Y是什么 这个Y是咱们生成出来的图像啊 我们现在就要来对比一下 生成出来图像 在特征图上 跟咱们的这个VS和VC 它的一个在特征图上的一个差异 是有多大的 那么这个就是咱们一个整体的框架 是长什么样子的 跟之前有什么区别啊 之前是说我们先生成一个噪音图像吧 但是呢 生成一张噪音图像 咱们要不断的地形迭代优化 这个东西啊 在测试起来太慢了 所以说为了弥补这样一个现象呢 我们现在就加上了一个生成网络 实际上我们就要去学习一下 生成网络当中啊 比如说W1到W10吧 咱们有很多组权重参数 我们想学到这些权重参数啊 该怎么样进行一个设置 然后呢 这样进来之后啊 我们的一张input图像之后 就会跟我们的一个style 还有这样一个content进行对比 对比完之后呢 我们就能够学到一个什么样的生成网络 它会生成一个比较好的模型 那么最终学完之后啊 我们是不是得到了这个transform.net啊 有了最终的生成网络之后 它们是不是把它的model可以固化下来啊 有了这个model固化下来之后啊 咱们再进行测试的时候 在进行测试的时候 我还用那个VGG16吗 我就不用了吧 直接咱们比方说 一个XP一个测试图像来了 跑这样一遍网络 跑这样一个前向传播 咱们就可以得出来 最终的一个transfer的结果了吧 也就是说这回呢 咱们只需要训练一个网络 然后把网络模型啊固化下来 接下来呢 咱们在测试的时候啊 只需要跑一次前向传播就可以了 所以说呢 对于这样的一个网络模型啊 它的一个速度是非常非常快的 在GPU上可能十几毫秒就能完成这样一个事 在CPU上大概需要个几秒吧 就可以完成一张图像的 要比呢 咱们之前啊 是边生成边迭代速度要快得多 但是呢 这里啊 有什么问题啊 就是说 咱们训练的一个model 必须指定一种style 我们看这有一个style target吧 就是说啊 咱们现在比如说 比如说我现在想训练 这种波浪的一个风格 那我当前这个model啊 只能具有这样一个波浪的风格 为什么 因为咱们在这里啊 有一个东西是固定的 就是这个style target style target啊 它是一张图像 它永远是固定的 但是呢 content target啊 是不固定的 content target啊 是咱们给定的一个数据 比如说 咱们可一会儿啊 要用八万张数据 八万张数据呢 就是一些 咱们生活当中啊 比较常见的一些图片 然后呢 我们要对这个图片啊 进行一个融合 但是呢 这个style啊 永远是一个 就是说 咱们当前啊 训练完了 这个训练完的 这个transformnet 它只能具有一种的 一种style的格式 如果说你现在 想做多种 怎么办呢 这个 咱们这个模型 要训练一遍啊 二号模型 也要训练一个model 每种style 咱们都需要训练出来 一个model 有了这样一个model之后啊 我们就可以进行 这样一种图像风格的融合了 大家现在一定要 一定要把这个图 给它看懂啊 这个图啊 一会儿就是 咱们代码啊 核心就是围绕着这个图来的 咱们会先实现这 transformnet 以及呢 vggnet的一个网络结构 然后在这里啊 我们就把咱们的数据 实际输进来 实际输进来之后呢 我们去 我们会定义两个loss function 这两个loss function啊 分别是指定的是 咱们的一个生成图像 跟咱们的一个style target 就是一张图像 和咱们当前的一个content target 它的一个差异值是有多大的 这个就是咱们想要的东西 imagine input就是跟这个content是一样的 我们就要看一下 对于8万张图像来说 每一个它生成的一个结果 跟这个style啊 和跟当前这个target的一个差异值 有了这样一个loss function之后啊 我们就可以来去做这样一个事了 然后还有一点什么 还有一点就是说 对于content来说 我们看它是选了几个东西啊 对于content来说 我们只选择了一个吧 就是说 我们在计算图像风格的时候 我们是只计算了一种 就是只拿了特征图当中的一个去计算 但是呢 我们这个style target 我们是拿几个 对于style target 我们是拿出来了四个吧 也就是说呢 对于style 我们是更注重一些的 在这里呢 我们用了 取了四个特征图 也不能说更注重一些吧 就是说 我这个style是取的是不同特征图 因为不同特征图啊 它表达的一个内涵是不一样的 有些是表达 低层次的文理 有些是表达高层次特征的 我们都需要把它拿出来 咱们写代码的时候啊 就可以看到了 因为我们是在style里取了四个层 在content里呢 我们只取了一个层 然后还有什么 还有一个就是权重项啊 就是说 这个style target 我们有一个ls吧 它的一个loss function 还有这个content呢 有一个lc 这个ls前面 我们可以乘上一个alpha lc前面可以乘上一个beta 也就是说 对于损失函数 我们也可以设置一个权重项啊 代表着你是更注重这个style 还是更注重这个content 这些啊 咱们都可以自己进行一个指定 指定完之后啊 我们就可以训练这样一个网络了 bgg16啊 是咱们只是用来计算它的特征图的 然后呢 这个transform.net 是长什么样子的 那么这个啊 就是咱们网络啊 一个整体的细节 或者说是一个整体的结构啊 它是长什么样子的 好 那么下面啊 下面这张图啊 就是说啊 咱们因为咱们取得什么层 咱们取得是一个软路层的一个结果 我们看这取软路1 软路2 软路3 软路4 咱们是取软路层的一个结果 这个呢 就是说啊 当咱们不断的取结果 它的一个变化的趋势啊 是什么样的 好 然后啊 咱们来说一下 咱们的一个环境的配置吧 咱们当咱们啊 在做这个代码的时候啊 或者是完成这个实验的时候 我们是基于TensorFlog去做啊 TensorFlog去做 首先呢 大家需要把这个TensorFlog给装起来 然后呢 要不要一个非常高的配置啊 其实你的笔记本就可以了 一个CPU的版本啊 咱们就可以来完成这样一个测试 但是呢 如果说你想自己去训练一个模型啊 最好还是有GPU的 CPU训练啊 还是慢一些的 GPU训练啊 大概几个小时就够了 但是CPU训练起来会很慢的 但是呢 之后啊 会给大家几个model 大家可以直接拿定model玩一下测试 然后呢 要是训练的话 最好还是有GPU 但是呢 咱们用来去玩这个StyleTransfer 咱们CPU版本就已经可以了 它的速度还是比较快的 一会儿呢 咱们在写代码的时候 会给大家一行一行写 咱们还是基于啊 一个从零开始实践的一个过程 那么这个啊 就是啊 关于StyleTransfer 它的一些原理 以及呢 咱们接下来啊 要做一件什么事 好 那么这个原理啊 就给大家先讲到这里 一会儿呢 咱们就开始这个实践的内容 然后